美國專門小組同仁日以繼夜 這個釣葉暗花現場跟周邊上千支的監視錄影器 它鎖定中文名字 李廣宏法國籍的籃子1974年身 設有重型 所以在今天上午報遣台北地檢室 陳宏傑檢察官指揮偵辦並且合發機票 那在剛剛晚上21點45分 在花蓮受風箱將以某機體盜案 那李廣榮曾經在102年9月份 因為涉及機車切到案件 所以被松山開所的嚴警查後移送法辦 那整個案子在上個月5月25號 經高院上述國匯判刑五個月簽訂 所以原判李廣榮作案的蹤跡 應該是因此心聲不滿 李家苑暴露 謝謝